去把流水算一下 好 四爷 四爷 四爷请坐 好 小江啊 这账都算出来了吗 对不住了 四爷 还差一点 这我们中院退股 都退了两个多月了 这我的银子 也该退给我了吧 四爷 是这样 各商号的分账呢 都已经出来了 总账还没算 打赞什么时候算呢 我现在就算 您稍坐 四爷 您看看 这是各商号的分账 您看一下 要没错的话 我现在就算总账 这不对吧 这不对吧 胡闹 四爷 四爷 二叔啊 咱不给二叔上茶呀 二叔 我刚问了一下 那杨老板已经在冬月下单了 我们反悔也不太好 要不这样 这一单证的银子全归西院 我们冬月一文都不要 这不是银子 这是规矩 人家杨老板在我们西院 羽龙泉拿货都十年了 你们怎么能说抢就抢 的确是不应该 可自从我们冬月实行了银股制 像御龙泉这种 每镇十两银子 那掌柜伙计就能分无两 所以他们拉起客来 完全就是拼命 有时候连我都看不下去 连你都看不下去 你放心 回头我一定好好说说他们 不能为了生意 不顾同行义气 二叔放心 以后此类事情全不会再发生了 正恩啊 这儿了啊 正恩啊 正恩啊 有些事你必须给我解释清楚 怎么了 怎么了你自己看看 同样的货物同样的银子同样的招牌 当初我们三月在一起合股的时候 你为什么卖这么点儿了 现在我们分了 现在你们东院一院的收入 竟然比我们当初三月 加起来的时候还要多 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老四 你别激动 我激动啥呀 二哥你在这儿你看看 这是茶行的这儿 你看看 这儿卖了钱 他现在卖的银两是我们的十倍还要多呀 还有呢 看 这是你们西元教材布的账 看 你才卖了多少 一千多两银子吧 他卖了四千八百多两了 我真怀疑啊 当初咱们退股的时候 这周莹是不是在其中玩了什么手奖啊 四叔你这话 两个月前退股都是你们先挑 挑剩下的才是我们东院的 那为什么你们现在 挣得比我们多这么多呀 老四啊 我知道周莹使的什么手段 他还使了手段 周莹 我打算我们两个院 和你们东院一样实行银骨制 这么做最好 你帮我看看 二哥 这 如果有可能 咱们三院继续成为一家 愿意吗 我不愿意 我不愿意 二哥 以后遇到这么大的事 你必须要跟我商量 我没什么原因啊 我肯定说同意 这愣小子 你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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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